告人第一次世界 薰輝演唱快樂 宇宙的有趣 然後在4月8號 沒有我現在欣賞我們拍出來的照片 在看那個視覺是不是 這個照片拍滿久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那個氣球 喔 氣球 就是整個感覺就是很有趣 然後其實後面這個 是一個大的哈密瓜 喔 大哈密瓜 對 希望大家來到我們的宇宙觀 告人的宇宙觀 大家會來這邊會非常的好玩 對 其實好像他們 其實他們比較關心的是 4月8號小巨蛋到底有沒有位置 練了沒 他們安排在哪裡 他們居然傳訊息說 那個你們可不可以請公司 開個連結給我們買票 我說什麼意思 他現在有Q元是我開的 然後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許願說 那個誰會來嗎 他們有許願誰 他們想看誰 就是師兄們 師兄們會來 就是他們各種許願 然後我說我只能不知道 不要再問 然後說那你們會唱什麼歌 你們會有新歌嗎 然後我說你們就是來就對了 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問了 對 然後座位 他們說那那個座位 不要再講 不會 我們不會開連結 對不起 對 對 大家反而是 這一次是一個把我小巨蛋 他們非常的熱絡 很期待 蓋過其他就是 他們想知道的事情 反而我們回去 反而要更守口禮品 對 因為差一點點就講出去了 對 我們後來就選擇 我們就不要講 就感覺會像我們的訊息 會出現在各大賴群上面 對 然後告訴我們 長輩群 對 長輩群 對 家人多 就大於穩這樣子 那除了演唱會跟新歌 除了全清不是明天要生日了嗎 對 你會想怎麼慶祝嗎 餐廳已經訂好了 對 然後禮物也已經送了 對 我這麼送了 禮物 他一個很喜歡的項鍊 對 一個小小的項鍊這樣 對 戴在一起送還是我個人 我個人 對 因為清歌會在歌舞 我是等雲安生日的時候 兩個一起請吃飯 對 對 他們有自己的一個配套措施 像我生日的時候 他們就上次買了一把吉他措施 對 我們一起合資 我跟千哥一起 還我自己 對 還我自己 有點貴 對 就買了一把比較好一點的 木吉他這樣子 因為木吉他其實在錄音上面 其實消耗蠻兇的 也拿去錄了我們第三張專輯 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準備把這把吉他 帶上我們小巨蛋的演唱回來 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小巨蛋上面的那一把吉他 我沒特別介紹那時候 買給他的 千顆犬青彈珠款 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超巨蛋 超巨蛋 超巨蛋